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上好 现在去一个餐馆修一下他的装马柜 这个装马柜漏腐脸啊 据那个主人自己说他能够看到是在哪个地方漏腐脸啊 是在哪个地方漏呢 就是那个压缩机刚已喷出来的那个 那个discharge line 就是刚已出来的那个液体管 那个是智能设备中 那个是最热的那个腐脸最热的那个地方 那个是刚已喷出来的那个腐脸啊 大约有20%的液体 80%的气体 然后他喷完之后呢 然后就到外面的那个condenser condenser那个中文名称翻译出来叫冷凝气 冷凝气 我一般都让他散热气更更形象些 呃 因为他是 他是那个 你要知道浮力阳的作用 就是浮力阳通过液体变气体 这样来回循环 这样的话把室内的热 把那个冰箱里面的热 把冰箱里面的热 把冰箱里面的热 带到外面来散掉 散热掉 把它散热掉 然后呢 啊 他为了增加效率呢 为了增加这个 你不是出来之后要散热吗 你要是散热不好的话 呃 你要是外面这个condenser 那个冰箱散热不好的话 他把产生的那个 那个冰箱内的热 又带进去了 然后这样的话效率就不高 那他设计的那个 一个理念就是 他让他让那个 铜管子呢 刚喷出来的那个铜管子 那个铜管子呢 呃 在水里面 经过那个特别冷的水 然后帮助他那个温度降下来 这也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办法 呃 就是那个 因为你那个装码柜 还有冰箱这些自冷设备 他在里面那个蒸发器里面 他会产生那个 产生冷净水吗 那个冷净水 他要出来 那个冷净水要出来 要出来呢 这个程度 你说话 他要出来 他要出来之后呢 他就下面设计了一个盘子 那个盘子呢 设计了 设计了 设计了一个盘 那个盘子呢 他就接住那个冷净水 他让那个铜管子呢 先在那个冷净水里面先过一下 过一下之后呢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再去到那个散热器 叫到condenser那边 去再去进一步的再去把那个热散出来 所以呢 他设计的理念是这样 但是呢 有一个缺点 就是那个温度特别高 然后呢 你你又放在水里面 你放在水里面 这样的话 他就容易起反应 就是会产生好多铜锈 好多铜锈 然后过上几年那儿就会漏 我这个 你要是翻我原来的视频 我就是最近 我就是最近那个 那个什么 最近半年刚开始这个弄这个 这个YouTube 然后在这半年之内 就发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 哦 OK 哦 OK 在后面 OK 两个呢 然后 所以这个是经常漏 经常 经常容易漏的一个地方 你要是修这个 修这个冰箱的人 你要找漏的地方 你首先先查一下后面 先查一下后面 这个这个漏不漏 后面不漏的话 再到里面去查去 OK 这是和那个空调 稍微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OK 然后呢 嗯 他为了这样 就减少漏 他会外面再包一些 那个 防水的东西 像外面弄点那个 弄点一个塑料皮啊 什么的 他一弄了塑料皮之后 散热也 也不是太好了 反正 然后呢 但是会好一点 但是过上几年 还是会那个什么 还是会漏 可以我们的后面呢 好的 我们过来看一下 他说 他竟然找到漏的地方了 那就很容易修了 我直接过来 直接给他把那个 找到漏的地方 给他换掉就可以了 OK 我进来 我到了 进来之后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怎么给他修一下 肯定要换那个管子了 OK 我们进去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这是这是 这是 这是这是 因为他是刚吞出来 这个压力 人家是最高的 这个 然后这个滑到这样 低它过 对对对 这个过上几年 它就会这样漏 因为 它这个温度特别高 高噴出来 那里面那个 什么那个 绿色的那个 什么东西啊 什么绿色的 什么绿色的 这个啊 你看 白白的 这个啊 对啊 这个是你里面的水 然后它那个 水性 这这不是 这不是 OK 我知道了 你原来换过 这个换过 这个 以前老外 有个汉 哦 ok 这个的我过了几年 那就 没有好像才过了 一两年吧 就一两年啊 哈哈 okok 我知道了 我觉得最近 就就就 这这 昨天早上 还做得好好的 ok 很正常 然后下午 然后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老板打电话快点 okok 好的 我知道了 好 我看 这个 就三次了 ok 好的 ok 我把这边取下来了 然后这个里面 一点浮量都没有了 一点浮量都没有了 然后 我在这边 把这边切了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压缩机嘛 就是 这所有的智能设备 这个心脏 就是一个压缩机 也就就就就相当于人的这个心脏呀 然后呢 这个东西坏了 这个里面是 这个里面最贵的 然后呢 再是里面的这个 里面的那个 Evaporizer Coil 叫那个什么 叫蒸发器 这是两个经常坏的 经常坏的 这个是最贵 另外一个就是里面的那个Evaporizer Coil 那它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个福利昂的循环 就是液体变气体 气体变液体 然后呢 来回循环 然后把这个冰箱里面的热 然后带到外面来散热掉 这就是为什么 当你这儿脏的时候 那个空调呀 和冰箱一个道理 所有的智能设备 就是当你的外面的这个散热器 也叫condenser 也叫冷凝器 当你这个脏的时候 它那个热散不出来 那个热就是那个里面的 我们要学这个专业的话 里面的我们就叫box 就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区域 特定的一个一个空间 那个box里面的那个热 然后通过福利昂 带到外面来来散掉 散掉之后呢 然后呢 你看你看它从上面进去 进去之后 在这里面一散热的时候 它就变成那个液体了 你看刚从这儿喷出来的时候呢 大约有20%的液体 和80%的气体 然后呢 经过在这儿一冷凝 然后呢 再到这儿了 再进一步冷凝 然后到这儿来之后 然后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这儿变成百分之百的液体浮量 然后它就进去了 看到没有 然后然后进去之后呢 你看变成这个 特别特别细的 这个叫capillary tube 然后呢 从这儿进去之后 到里面的那个 Everbrated coil 到里面的那个 那个叫蒸发器 到里面蒸发器之后呢 在那个蒸发器里面 这个液体的浮量 变成气体的浮量 然后吸收大量的热 所以呢 里面特别冷 里面特别冷 然后呢 你那个风扇呢 然后呢 再在里面一循环 你这个box里面的风 然后呢 嗯 然后你那个里面的温度 就降下来了 降了之后呢 然后它在里面 变成百分之百的 那个气体之后呢 你看它又出来了 这看 这这又有一个管子 这个管子 要比这个管子稍微粗一点 然后这外面 还包着那个 那个 insulation 然后就是 那个割热的 然后呢 这样的话又进来了 看到没有 它这个一边出来 然后是 是 这边出来的话 这边是最热 而且压力是 是最高的 然后呢 嗯 在这变成液体 然后把热散热掉 把这个福利昂带出来的 里面的热散热掉 然后 然后又变成 这个液体 然后再到里面 变成气体 然后这样好 来回循环 然后就把里面的温度 降下来了 这个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就是这个原理 你要知道的话 在 在那个 一般的人 不学这个专业的人 他们都说是智能 其实呢 是热的转移 因为 它是把里面的热 然后 带到外面了 然后散热掉 然后 通过福利昂 然后散掉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经常保持 你这个一年 它至少 至少要清爽一次 它这个还是挺干净的 但是呢 你自己弄过 你自己弄过 好像 好像有电瓣子了 它自己洗的时候 然后这样的话 就影响风速 影响风速的话 就影响它散热 所以呢 这个的话 就是和空调 这个就相当空调的室外机 你这个一定要干净 一定要干净 OK 干净的话 这样它散热效率高 散热效率高 就是把那个热都尽量的给它 给它在外面散掉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刚才在车上说了 这个刚才那个box 因为我等一会 我要焊接 你看 我刚才来的时候 它收了我一下 就是它让我看 就是 它这个里面都是满满的水 这个上面就是你看 这个里面的冷凝水 然后铲下来 然后低到这个盘子 然后呢 这样的话散热 这儿它会帮助它散热一下 OK 现在呢 因为它这个管子漏了 它说那个 老外给它弄的 我记住你看了一下 它给它放的是细 细一号的管子 那我现在呢 给它放 放一样的 你知道它为啥放细一号的吗 一个是好操作 你看 它就捏一下就行了 你还是放一样粗的管子 你还要把它蹭开 那个要花时间 然后呢 还得套上 然后焊 你看它就直接捏一下子 你看这儿 拿了一个那个 大一号的通管 直接捏上了 OK 这个它都是比较懒 然后呢 你必须用一样的管子 用一样的管子 一样粗的管子 或者是 你粗一号的 粗一号的反而好 OK 我现在 这边的话 这边这个太短了 所以呢 我就决定用那个 用那个气 直接把它烧下来 把它烧下来 我还要用用它 它弄的这一节 OK 然后这边的话 我也是要给它烧掉 把这节 给它烧掉 OK 烧的话 你用那个洗毛巾 把保护着那个周围的电线呀 或者是容易一些高温坏掉的东西 然后呢 把那个盒子 我要放到个别的地方 把它拿出来 那坏吧 有坏的话 他们 那个有的朋友 他接受换一个铁的 然后呢 这些 有可能 烧坏的地方 都用洗毛巾 OK 保护一下 或者是用那个 那个耐高温的那个布 我也有 但是呢 现在用洗毛巾会好一点 好了 我现在把它到这边吃下来 然后把这边也可以吃下来 OK 就是用高温用把它拿下来 OK 我刚才 窝了一个 基本上和它那个行动差不多 然后呢 这个中间 它那个什么 因为它那个细管子 我这个给它少折了 少折了一点 不过也可以了 因为我这个是粗的 我这八分之三的管子 它原来的那个是四分之一的 差两号 差两号 OK 这个你弄完之后 我原来在视频里面都讲过 这是一个布 那个布 一定要去掉 不去掉的话 这个 因为它比别的管子要粗 我是作为套管 作为套管的话 你要不去掉焊接的时候呢 焊接的时候 然后它这个里面 它就蹭着这 这样的话 这个空隙太大 空隙太大了 你焊接的时候也不好 就是会漏时间长了 OK 它要是作为 在里面的那个管子 你看它 它是套别的管子 OK 你要是它作为 这个在里面的管子 你要是有这个波的话 不去掉 然后那个福利昂从这走的时候 会产生涡流 产生涡流 会影响那个福利昂的那个 那个流速 OK 所以一定要用这个 低波2把它去掉 OK 我刚才已经去掉了 现在呢 我们去把它套上 套上之后 然后这两头 我已经把它打磨好了 两头已经打磨好了 然后现在把它焊接上就可以了 然后把里面的话 因为作为套管 作为套管的话 你要把里面 要把里面用那个 用那个什么东西 把里面要打磨干净 你看 虽然这个是新管子 但是呢 你时间长了之后 会有氧化 有氧化之后 然后你焊接的时候 那焊接不好 不是焊接不好 就是可能过上一段时间 因为有杂质嘛 有杂质的话 过上一段时间 它有可能会 会漏 OK 这个的话 福利昂这个压力比较低 还可以 你要是别的那个 那个空调的410的福利昂 那么压力非常高 过上几年 有可能会漏 用这个你看 你这个我把里面 然后打磨一下 OK 你把里面打磨里面的时候 然后 你要倒着 你要倒着 然后这样的话 打磨下来的那个铁锈 那些铁锈会掉下来 你不要让它进到管子里面去 进到管子里面的话 然后就进到福利昂系统里面去了 这样的话 对压手机就不好 OK 你这样弄的话 就是口朝下 口朝下 然后呢 一个是 你用那个氮气把它吹一下的 或者是用这种干净的手指 然后呢 弄个特别细 然后像我刚才弄的 然后这样往里倒一下 OK 现在把它装回去 OK 我把这边放上 放上之后呢 这边焊上了 然后呢 我这边也焊完了 焊完之后 因为刚才是没有完全拉出来 现在我拉出来 我用那个小镜子看了一下 你看 在扣不到的地方 一定要看仔细 一定要看仔细 我现在拉出来 完全把它拉出来 我当时想着在那地方可以直接 因为当你油温度高的时候 它就变成液体 但是这个液体的和那个 这个叫breeze 和那个 和那个solder不一样 solder的话 是五 是那个 是八百多度 是八百多度 而且那个solder的那个 那个filler 那个 焊条 那个是百分之八的银子 那个百分之八的银子 那个熟一下子 它就过去了 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百分之十五的银子 然后呢 你得 你那个焊条 我必须要把它碰到 你碰到这个焊接的地方 不碰到的话 它这个 就是这个液体 没有那个块 没有那个 就是那个小东西 就像毛细管 就照应 这个的话我要重新焊 重新焊一下 这边的话 重新焊了一下 这边重新焊 然后把那边给完全封上了 封上之后呢 现在呢 就是充氮气 充氮气测一下 测一下 就是首先自己焊接的地方 有没有漏 ok 然后用那个bubble solution 用那个气泡 专门检测这个 macro leak 就是这种 macro gas leak ok 就检测哪儿 有没有漏气呀 漏煤气呀 就是都有那个 可以 你喷上气泡之后 哪有漏的话 它就会产生那个气泡 ok 然后呢 我刚才冲到了个52 52.8 好像刚才是 52.6 我忘了 然后测了一下 没有漏 然后呢 一般的话 你要是直接上到100以上 然后呢 你要是中间有漏的话 你就浪费你的氮气了 ok 我一般的话 就是先升 先升起来一点 升起来到50 然后没有的话 再继续 继续往下冲 然后我这个的话 也给它冲到150以上 ok 然后继续来 然后这个 你往下走了一点点 你看这种电子的 你少一点点 零点几都可以看出来 你要那种表的话 那表一个歌就是五 五的话 你看 你根本看不出来 哪有 有那个漏呀 怎么给你看出来 除非是个大楼 现在继续往下冲 然后充到一 这次充到100 充到100 充到100让它看一下 一百以上了 来 那再稍微等会儿 因为有一些漏呢 只有在高压的时候才能 才才显示出来 当你低压的时候 它显示不出来 就是它它不漏 它不漏 哦 没有吧 不是 那不是 重新弄一下 重新摸一下 OK OK 刚才 那个 在一百多的时候 然后没有 没有看到有漏的地方 然后现在又充到一百七十三 充到一百七十三 然后再等上个四分钟 然后看看这些地方 还有这是它原来 它这个压缩机换过 换过之后 刚才我也测了 因为我看到这有油烘烘的地方 因为这个压缩机的运滑油 随着这个浮力阳在里面循环 如果哪个地方有漏的话 那个运滑油也给你出来 所以呢 找漏的地方的时候 一个最重要的 你首先打开之后 先看一下哪个地方有没有 油烘烘 就是看着凹的 就是看着有油烘烘的地方 有油的地方呢 你主要检查 然后那些有油的地方 那个就是压缩机的运滑油 随着浮力阳在里面运软的时候 浮力阳漏掉之后 然后它也跟着出来 跟着出来的话 然后呢你就看到有油的地方 如果是漏的比较多的话 你还要给它加一点运滑油 因为它里面少了嘛 少了之后 不然的话那个压缩机 它就时间长了 它就把水就就就就烧掉了 然后 你没有没有没有运滑油 或者运滑油少了的话 会很快烧掉了 173.1 然后稍微等 现在是10.07 我们到4.20 等一会儿 看它看它能不能稳下来 OK 刚这个管子抽真空的时候 很难抽下来 然后呢 你看 这个里面的这个垫子已经不行了 这个垫子已经不行了 所以呢 因为真空的话 它要求封闭特别远 才能把真空抽下来 OK 这个的话我要把它取下来 那怎么取呢 然后你买一个这种 这样前面 就像改锥一样 OK 然后呢 把中间的这个 把中间这个给它勾出来 OK 看 看 两个手 可以 可以 可以有一个 D-press curl OK 把它扣下来 扣下来 扣下来之后呢 你再用这个 把这个 这个 这个那个 扣下来 再给它扣出来 OK 我老的给它 扣出来了 你看 这样的话就 密封不好了 然后呢 把新的放进去 新的放进去 再把这个 再把这个 D-press curl 再放进去 OK 好了 我放进去了 这个东西一个五六毛钱呢 现在估计一个都一块钱了 这个 这个 这 所以呢 这个是经常要换的 经常要换的 回去 抽 那个真空的时候 这个 一定要密密好 OK 现在继续 可以抽 现在下了 但是 还是已经慢 还是已经慢 这哪个地方 可能 有可能这个 哪个系统 这个 哪个地方 有可能 真的往下走 因为 因为 刚才这个 就抽不下来 刚才那个 那个垫子 抽不下来 现在可以了 那真的往下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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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降啊 就到后面了 后面不见的 我要见 这个小系统应该很好系的 那希望哪儿没有 没有 主持 希望哪儿没有 好 现在开始给他冲 然后 我刚看了一下 需要15.5 需要15.5 然后呢 这个的话因为我这边 还换出的 这边是液体 所以呢 肯定要需要的多些 这个的话一定要撑一下 因为 当你 把 那 冲到厂家 是推荐的 那个量的时候 如果这边压力 还不正常的话 那就说明哪儿堵了 就是这个系统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撑 撑的目的不是 嗯 不是要收客户 就是按照这个什么 多少钱 来收客户 主要是你心里有个数 就是冲进去 冲到厂家 推荐的那个 这边的压力 应该是正好 如果是不正好的话 那就说明 这个系统哪儿堵掉了 所以一般 这种小东西 特别容易堵 必须这管子特别细 OK 现在的话 我开始往里冲 它是15.5 但是呢 我要冲到至少16 至少16 OK 我现在冲到12公司了 大约冲上四分之三的时候 大约冲上四分之三的时候 然后呢 你那个时候再开机器 开机器再冲 OK 然后的话 往那走 OK 我现在把那个给它这个推回去 推回去时候 然后插上之后 然后看着压力再冲 我该冲到 现在冲到12公司了 12公司了 我现在冲上 冲上 刚才冲了个 冲了个 冲了个将近20 将近20 他这正好 已经开工了 看我这早早的来着 早早来着 显直在他方馆开之前 给他修好 刚才 里面做得太慢了 因为路呀 然后也跟他聊天 然后 再慢 这样的话 就是 18 然后等一会儿 我们里面温度下来之后呢 他这个压力还会降一点 还会降一点 因为 他是 您那个 这什么来着 他一个 每一个 这个福利羊 都一个PT卡的 其实 压力和 和那个温度是相对应的 当温度越低 压力也越低 OK 现在开始 我刚才这儿给他倒了点水 倒了点水 因为刚开始的话 没有冷凝水 哦 现在开始我要滴了 我要滴冷凝水了 然后刚开始没有冷凝水 然后呢 他这个如果是这个是 刚从压缩机出来 这是最热最热的 你要用手都不能碰这儿 然后呢 他会把这个盘子 他会给你烤化 你要是看我其他的视频 你就发现 有的人的这个 他这个都烤化了 因为他漏腹量 漏腹量之后 他就没有那么多冷凝水下来 没多冷凝水下来之后呢 然后呢 这温度特别高 他就把这个盘子烤化了 烤化之后 他都滴水滴到下面来 所以这个前面那个作用 我说了 就是一个是他帮助他散热 帮助他散热 这个的话就等于 你有那个下来的那个冷凝水 特别凉 刚下来的 然后呢 这样的话让他温度降下来 也就和散热是一样的 ok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把热散在空气中 这个的话是把热散在这个 这个盘子里面 那还有这个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你这个冷凝水 因为这种智能设备 它都有 有冷凝水产生嘛 有冷凝水产生之后呢 你要是老是朝下低 然后呢 他会那个盘子就会移出来 他有一些设计呢 是这个上面加好多那个纸片子 还用纸片子增加那个散热面积 就是蒸发面积 蒸发面积 而让里面的把它散掉 有一些设计啊 他直接这个管子就过来了 直接这个管子就过来了 然后他没有这个把这个 把这个管子放到这个水里面 ok 然后像那种的话 你得需要一个特殊的 就是我刚我刚说的 然后放好多那个纸片子 然后增加它的蒸发面积 然后呢 让它自然挥发 那不然的话 那水就会滴出来 ok 你家庭的冰箱也是这样 家庭的冰箱 两个呢 这个就是 放到这个盘子里面 然后这个 把这个管子通到这儿 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这样的话 散热效率高 还有一个就是蒸发这个 蒸发下面的这个冷凝水 ok 压力 经常可以 前面看一下 刚才那个温度 刚才是室温特别高 现在降到多少了 69了 ok 现在往下走 现在往下走 哇 能不能慢 这个空的应该 应该很快的 走 等一下 它这是两下门的 两下门 这特保艾尔的 特保艾尔 可以 我说 可以等一下 这一个一会儿就降下来 这个降温就比较慢 降温比较慢 后面那个 散热器呢 这个阻掉 这个阻掉 ok 就应该没问题了 应该没问题了 降温特别慢 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往下走 这样快慢 你看 当里面的温度下来之后 它这个压力也下来了 看到没有 压力也下来了 诶 所以呢 这个阻力都写好了 前面它这个降温比较慢 一个是它这个风机 你看 你就没听到声音 它是好像这摩擦的 已经没有油了 刷刷刷刷的声音 看 然后呢 还有它这 它自己用水冲过 冲的时候它不小心 它不知道 它这个都拌着掉 看 看 看 这样的话 这个风过不去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就会 你要根据面积算的话 这样的话 然后 然后那一部分 就散热不好 散热不好的话 这样 智冷下来 时间就需要长 然后你花的那个电费 就会比较高 所以呢 要经常清洗一些 呃 除了清洗之外 然后你清洗的时候 不要碰到这个散热片 它叫酸 它叫酸 OK 我刚才找了 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找到它为啥 只有两三年 它就 又坏掉的原因了 又漏的原因了 你看 我给你擦一下 擦一下 你看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就是漏的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 看 看 这个地方就是漏的地方 它这个 这个当时 它这个应该 和下面不能接触 跟它接触的时候 你看 这个地方都已经磨得不行了 它是震动震动震动 然后呢 你看 然后磨的 然后这儿的话还没有透 这儿的话已经透了 你看 我给你擦一下啊 已经磨的 是磨的 哇 它你看 这是安装的时候 就是 它给你修完之后 它不注意 你看 看到没有 我用手摸一下 这儿都是平的 你看 看到没有 你看 它平的 平平的这儿 用手摸一下 这儿都是平的 这儿都是平的 你看 看到没有 耶 它这是磨的 这是磨的 这个东西不能和下面接触 和下面接触的话 你看 你看 为啥漏 看到没有 你看 它把这个给你接触到下面的盘子了 然后磨的 你看磨平了没有 你看 你看 这儿 这儿 你看 也硬平了 也快露了 但是它先从这边露的 你看 平平的摸的 对 对 管子 然后它这样摸摸摸 然后这里面的压力特别高 然后就这样 OK 所以呢 这个一定要小心 你看 我刚才前面讲的时候 我还没有看这个的时候 然后 我说这个不要碰到这个盘子 但是当我当时考虑是 是不要那个什么 是不要 不要碰到那个盘子 然后这样盘子会烤化 但是这种你看 还有一种这种现象 这个的话 我还真没碰到过 你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它那个水 看到没有 它那个水是一直一直在震动 看到没有 那水一直在震动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老外给它换压缩机的时候 你看见没有 它那个 它那个 它那个下面固定压缩机的 它就放了这一个 你看 这个没有 里面的也没有 看到没有 里面那个 里面那个是管子 你看 上来的管子 也没放 然后呢 这里面的那个 也没放 也就是说 它给你 它给它装这个压缩机的时候 只装了有一个这个固定 这个压缩机的 然后这边没有固定 这边没有固定 然后它把这个管子 又倒得特别朝下 把管子倒得特别朝下 然后呢 所以它就震动 你看 你看这个水 看到没有 这个水一直震动 这个水震动 那就说明 这个压缩机震动 当你这个管子和下面 就是和这个管子下面 和这个盘子接触之后 它就磨磨磨磨磨 你看 这个盘子没有 没有磨磨磨 先把那个管子给磨磨磨了 哈哈 耶 它这个你看到没有 这是这是一个安装的人 不注意 你看 这个应该跟它固定上 它是压缩机 你至少要放上两个 它只放了一个 一般放对角放 你要实在放不下的话 就是这边一个 这边对角放 对角放 就是这边角里面和那个角里面 然后放一个 你看 它只放了一个 你看我给你抬一下 这些人见 这是干啥 我给你抬一下 看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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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看 是啊 太太太 那什么 我不想说了 它不负责任了 OK 然后现在的话 我看能不能给它固定一下 哇 这不好固定了 只有上面 压缩机上面三个东西 压缩机上面三个东西 OK 然后它把那个螺丝都给扔到那了 它用的不是和那个原厂家 不是同一个型号 所以呢我刚才试了一下 试了一下 然后我想在那个地方 至少把那个拿过来给它固定 至少对角要固定 就是你不要不要一边固定 就是对角固定两个至少 然后呢 我刚才找了一下 没有没有洞 那没有洞 这这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呢 它换的时候 它至少要给它打个洞 在那边打个洞 然后呢 我把这个凝了一下 凝了一下 你看 这个至少这个压缩机 没有震动那么厉害了 没有刚才那么大的水纹 也会有震动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水纹 OK 这个的话就这样给它弄吧 因为要上面放个东西的话 它会影响它散热 会影响压热器散热 OK 我把这边挺了一下 把那个它唯一的那一个挺了一下 然后呢 这样就好了 然后 也有一点震动 有一点震动 那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还要有再有一个 那个的话 就可以那个事 就可以没有了任何震动 你看 这要比原来要好多了 刚才那个 这个整个盘子里面都是波纹 OK 你看到没有 这个安装人员不注意 不小心 这个不负责任 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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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两个 再给它放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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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